历史上真正的甄嬛其实一生无宠 但却是一位最幸福的皇太后 在甄嬛传中 西贵妃绝对是一个宠妃 但其实历史上却不是这样的 雍正也不是电视剧中 小心眼贪图美色的皇帝 雍正帝的后宫非常简单 不像电视剧中那么多的宠妃 雍正帝最爱的女人只有两个 一个是皇后 一个是年贵妃 甄嬛是在13岁参加选秀时 被康熙只给当时的雍亲王印珍做格格 就是地位比较低的小妾 历史上的西贵妃家世普通 容貌普通 资质平庸 不公于心计 关于她的相貌 可以参看她60岁大寿时 乾隆命画师为她画的盛装像 一个气定神贤的老太太端坐着 长脸宽嘴大耳 双拳高耸 下巴圆润有肉 确实不是一个美貌的女人 所以印珍一直不怎么待见她 入府十多年一直都是侍妾 西贵妃真如她的公公康熙所说 是一个有福的人